我这是被针对了吗兄弟们 事情是这样的 之前我不是发了一期那个 这个灯火容易出这个紫皮的一个视频吗 我发现我好像被策划给盯上了 因为在我发完那个视频之后的 没过两天你们看 又给我出这种灯火了 这次是空军的穷楼遗恨 但是这次好像和之前不一样 是一个余计 而且好像没有概率的 我们知道我们之前是有15%的概率 获得一个紫皮的 这次是这样的一个灯火 那你们觉得这次能出吗 而且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每次出这个灯火的时候 都是在我回声不足的情况下才出的 我每次回声够够的情况下 他都不给我出 你说气不气怪气不气人 这每次都要我背着我女朋友 在偷偷的磕点睛 哎呀太难受了这种滋味 来咱们试一下这次能出吗 三二一 走你 你看 空军的一个安息天使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这个蓝皮啊 堪比金皮 比紫皮还要珍贵好吗 我有点编不下去了 对不起 然后在我磕完镜 被我女朋友发现 跪了一夜搓一把之后呀 第二天又过晒了一个灯火 你说这 哎呀我的大妈呀 我一看 呦这次是带这个15%概率给获得的 我记得上次我好像都出过紫皮 这次是388的一个灵感 好像应该不亏吧 而且里面好多的紫皮也是我比较喜欢的 同时为了对我女朋友的反抗啊 为了证明我自己是个非那个欧皇 我决定这次再痛定思痛 然后再来试一次 不就是388的灵感吗 开什么玩笑 这点生活费还是有的好吗 来 三 二 一 策划大大 求求你 给个机会让我水势瓶 那个 触个金光吧 兄弟姐妹们 这个灯火以后我觉得还是 别开了 容易吃亏 你看这是啥情况这是 啥也不是 以后注意哈 吸取我这个惨痛的教训 我先去跪崔一把